紫水鸡是一种栖息在湿地的水鸟 在中国的数量极为稀少 仅建于云南福建的少数地区 最近在福建厦门的一个湿地上 住在这里的紫水鸡家族迎来了一批新成员 是官鸟爱好者在近期拍摄的 画面中三只成年紫水鸡正在湿地上觅食 不一会儿旁边又有一只紫水鸡加入进来 仔细看在这几只成年紫水鸡旁边 有两只全身黑色绒毛的紫水鸡宝宝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很多人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个水库 在这一只鸟上面 我们有这个图片记录到现在 今年是第四年了 第四年拍到它有这个繁殖记录 就是有带小仔的这个场面 25号 记者随官鸟爱好者来到了张戴桥水库 在水库的湿地上 有着成片的水竹草和芦苇 紫水鸡们的住所就在这里 在芦苇丛中 几只成年紫水鸡围聚在一起 身旁就是刚出生没多久的紫水鸡宝宝 数量大概有三四只 因为体型较小 不太容易被发现 而对这些新生儿的保护 紫水鸡可以说是寸步不离 生性胆小的它们 在进入繁殖期后也变得更加敏感 那你刚才我们看到 那边有这个五六只小 这个大的植取鸡 围绕着那三四只小鸡 其实它们是在共同 在抚养这些小鸡 它有个领地意识 它小鸟在那边 它只要发现 比如是不同的鸟类 进入这个区域的话 它们都会去驱赶它们 非常的敏感 它的保护意识非常的强 你看那个鸟妈妈鸟爸爸非常的凶 据了解 目前在张代桥水库的这片湿地 栖息着十多只紫水鸡 随着这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人为干扰越来越少 紫水鸡家族成员还在不断壮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